老师的故事 老师用三个字形容自己 不简单 那老师有绰号吗? 很多小时候 那大家都叫你什么绰号? 那老师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? 赚大钱 那最想跟两个选手同族一起打球 是哪两个选手 要讲春天主吗? 对 张金龙老师 钟春仙老师 那老师如果不打高尔夫球的话 会做什么? 职业 不打高尔夫球 做什么职业啊? 想一下 想一下 老师最喜欢的明星是什么? 是谁? 张学友 那最喜欢的一首歌 是谁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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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球場 那現在直覺想到一位台灣的長生選手 腦海中出現的是誰 張金龍 那老師最擅長的一隻球肝是什麼 三號木 為什麼吃三號木 因為我距離短 常常用得到那隻球肝 老師最喜歡吃的食物 水果 那講一下你家鄉最特色的美食 你會推薦什麼 地瓜 然後最後跟支持你的人說一句話 我愛你們